化神修史历来不入人世 几位道君都只知道世间有化神修史存在 却从未见过 玄清门历排数万年 也曾有人有心目睹化神修史的出现 留下直言片语 在这些记载里 化神修史形式神秘 力量强大 故而三位道君丝毫不已 我那位高祖名言 此事非化神不得插手 而后我们就被送回来了 墨田哥说罢 三位道君各自沉思 过了许久 正阳道君道 既然有化神前辈存在 就不是我们能插手的 这件事就此抹去吧 以后玄清门弟子都不必再追究了 静恶道君摸着自己漂亮的短须 叹了口气 白费功夫 白费功夫 恐怕不白费吧 妙依道君笑盈盈地看着他们 你们两个既然见到了化神前辈 是不是得了什么机缘 墨田哥却坦探手 破遗憾地说 很可惜 没有 没有 妙依道君略微诧异 入宝山空手而归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墨田哥与秦夕对视一眼 心中都在苦笑 他们得知事情的真相 震惊地不知所以 哪里还记得讨压好处 能很快镇定下去 决心继续修炼 亦是他们意志坚定了 灵溪被那位韩泉前辈留下 至今未归 可是遇到了什么 镇阳道君又开始担心 镇阳师兄放心 有化神前辈在 灵溪师弟不会有事的 秦夕出演安慰 而且 韩泉前辈有言在先 会送他们一场机缘 灵溪师弟 恐怕是因此耽搁了 这样道君点点头 但愿如此 说着 目光在他身上 转了一圈 收敬 你进阶中期 也有一百多年了 师兄官你近日修为精进 引有突破迹象 何时闭关冲击后期 秦夕看了眼墨天歌道 如果没有意外 近日就会闭关 也好 如今宗门欣欣向荣 天极局势也还算稳定 琐事无需操心 这样道君想想又高兴 若你能顺礼进阶后期 必定震动天下 三百多岁就进阶后期 可是天极修仙界 从来没有过的事 静和道君既欣慰又妒忌 可不是 为师这般天资 还是四百岁才圆英的 更不用说圆英后期 那时都九百岁了 他不禁回想当年 从王府带走秦夕的时候 他只是想着 秦家后人既有灵根 他身为书祖 便该扶持一二 后来他见秦夕 心思纯净 悟性极高 也只是觉得 可以传之一波 几百年时间过去 只见他修为越来越高 越来越接近自己 如今甚至有了超过的可能 圆英后期这关不好过 但他直觉地认定 这小子 不会在关卡上 拖太久 细想 他心境无碍 修为明史 还有着绝顶的资源 又怎么会过不去 这一关 想当初 他就是因为 缺少机缘 才会迟迟无法进阶 而得了几枚 无花经果 便一直迈过了 后期的门槛 秦夕笑 却看着墨天歌 镇阳师兄这话说早了 只怕不久之后 才是真正的天下震动 哦 镇阳道君望着墨天歌 莫非轻微又要进阶了 墨天歌明嘴笑 哪那么快 最少也要几十年吧 几十年还不快 妙仪道君称道 这是在刺激世界吗 说来 妙仪道君 也有天才之名 三百岁未到 便结成原因 但他如今已临近八百岁 却还停留在原因初期 这个天才之称 到底有些名不符实了 但他笑意盈盈 显然并未萦绕于心 镇阳道君说 你是受了功法的拖累 若非你功法缺失 这些年补权功法 费了不少心力 尤其会拖延至今 如今你功法以补权 修为稳定 想必过不多久 就能进阶了 妙仪道君点点头 陈师兄极言 希望下次闭关 能一举进阶 墨天歌想到 还在闭关的 玄英道君便问 玄英师兄呢 此次闭关可有收获 这小子 在冲击中期 竟和道君 乐呵呵地补充了一句 这次希望很大 玄英道君 杰英也有两百来年了 他的修炼速度 向静和道君 一向稳中求静 不过到底是单怜跟天才 哪怕没有太逆天的机缘 也可以冲击中期了 守静和轻微 后期有望 华言师弟已稳定在中期 妙依和玄英即将中期 灵溪不说后期 中期总是可以的 再加上知妃刚刚结音 镇阳道君细细数来 十分欣喜 我玄清门如此兴盛 历代祖师 必然大感欣慰 不提几人 如何展望未来 墨天歌一番解释 总算是圆过去了 不久 灵溪道君平安归来 眉眼虽有欲色 但还算冷静 他一回山 就到吉渊潭洞府拜访 与两人一番交流 赞同他们的处理方式 并且告诉他们 林云鹤等人都平安回去了 隐瞒真相 也是他们共同的决定 聂无商回萧阳之前 还让他转达了一句话 华神之时 与君再会 开通天之土 墨天歌没想到 聂无商会转达这么一句 豪气万千的话 不仅也心生豪气 好 化神之日 与君再会 一番激励 灵溪道君会去修炼了 他投了韩拳的元法 此番得了天大的机缘 想必也要一飞冲天了 没过几日 锦行纸前来拜访 仍然嬉皮笑脸 丝毫不见预测 他的成长经历 比许多人都要坎坷 没有坚韧的内心 根本走不到这一步 事已完全不用为他担心 一落座 他说 你们还抗得住吧 秦熙很淡定 我们两个人 抗住一半就可以了 才说一句话 就被堵住了 锦行纸很郁满 就知道 完全不用为你们担心的 墨天哥笑 看到锦道又如此 我们也放心了 锦行纸郁满烧简 再想一想 又没开眼笑 算了 不跟你们计较 倾格一声 我来 就是想跟你们说一声 我们都决定 话神再说 你们呢 墨天哥 轻轻点头 自然 通天之途 我们不会放弃 锦行纸笑 脸上桃花绽放 过了一会儿 他收了笑 认真的说 秦守经 结音我输给你了 话神可未必 我们等着瞧吧 秦熙微微一笑 好 过些日子 我就会闭关 重击后期 锦行纸一愣 哇哇大叫 什么 你这么快就要 重击后期了 我还早呢 这岂不是 锦行纸很快就告辞 说是要回去闭关 绝对不能输给秦熙太多 之后不久 秦熙与墨天哥 一同闭关 修炼 阴阳双修大法 这部将宿女爵 太原路 纯阳爵 三元 转轮功 四部顶级功法 融合为一体的法爵 修炼起来 进展快的不可思议 不过十年 也能出关 秦熙已顺利进阶后期 称为元后大修士 而墨天哥 从中获益更多 后期之日 亦是指日可待 锦行纸知道这个消息 锤胸顿足 立门心思闭关了 从此 一步也不踏出古剑牌 林云鹤 亦有消息传来 铁面真人作画 原木真人受伤 不得已 他接任了首座之位 成为九严宗史上 第一位 元英中期的首座 说到首座 在秦熙突破后期时 镇阳道君 曾有意将首座之位 传给他 但被拒绝 别人都以为 他是因为师父还在 才不愿接任 只有墨天哥知道 他是一门心思 想要化神 所以 不准备浪费时间 白站着首座的位置 百年时间 悠悠而过 邝竹结音 玄清盟原因修士 达到两位数 势不可挡 在玄清盟的强势下 妖兽之乱 渐渐平息 众妖修 退回南面森林 西池大陆的妖修 用为鬼修的强大 逼不得已 退回西池 至于魔道 立丹事故之下 纷纷举门迁移至云中 趁着云中大乱 站下西方的地盘 继续修养生息 百年战乱过后 云中慢慢平静下来 许多宗门在战乱中 施了传承 修仙势力洗牌 而九严宗始终一离不倒 随势力大将 却牢牢站住了云中 第一宗门的位置 至于萧阳 聂武商曾传信 萧阳各势力 已被他一一收服 仍然穷山恶水 却也有了身机 唯有杨成姬 新宗一直不定 只有二听说 他经过哪里 碧云宗太上长老 奉宁仙子道贺 林寿宗木静流 木掌门道贺 天道宗霞光真人道贺 正法宗明霞道君道贺 古剑派 萧和建尊道贺 太康山主风张灯节彩 比这节音大典更隆重 来来往往的弟子们喜气洋洋 道贺的客人们修为一个比一个高 只是这些客人里 只能零星听到几个熟悉的名字了 比如碧云宗的凤鸣 古剑派的萧和建尊 主风三清殿祖师向前 站着一人 他二十来岁青年模样 身材高大 模样寻常 并不英俊的眉目 带着几分凌厉幽深 一声华丽的羽贯喝场 将他衬托得威势十足 莫道友 恭喜接任首座之位 正法宗的名下道君看到此人当机笑云莹的拱手 玄亲们的修饰 结丹后一律以道好称呼 这青年分明是原因后期修为 却被名下真人称之为莫道友 可见二人交情颇深 必是实于威势